大家好,我是Albert同姐,你們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點心 紅豆蓉茶果 我們需要紅豆蓉 三兩的熟燉麵 三兩的砂糖 三兩的豬油 八兩的糯米粉 和七兩的清水 現在當間有些現成的紅豆用去買的 我們不需要自己去拆,去做,買回來就可以 這些是一些竹葉 你們可以說有些包種 有分乾和濕的 這些就是濕的竹葉 我建議大家買些濕的竹葉來處理 因為它會比較容易捲起,容易處理 我們先有個器皿 加了一些糯米粉 砂糖 砂糖 清水 先將這些糯米搓在一起 基本上溶就行了 就是不要起粒 看到它沒有粒搓就可以了 好了,差不多溶完了 我們就加一些熟的凳麵 熟的凳麵 我們預先有些滾水來 開了它,所以叫熟凳麵 我們加一些豬油 我們搓完之後呢 最好就放進冰箱 冷藏一小時 這樣才會更輕 我們包的時候會更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